外在美吸引人 内在美留住人 你属于哪一种 今天视频的主人公 应该是属于两者都有的人 就在那天晚上 一声尖叫 滑坡天际 公寓里 鲜血染红了洁白的床单 22岁的金柏利卡伦 躺在血泊中 美丽的面容永远定格 满地的血迹 那把蓝血的厨房刀 成了他生命的终结者 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 竟然以嫉妒为名 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 金柏利卡伦 生于1998年 是巴西亚马逊中 马来科尔镇的一朵娇花 自幼天生丽质 温婉可人 与母亲奈拉关系亲密 这位家中独女 生安自己美貌非凡 从小便为成为模特做准备 勤学苦练 参加各种比赛 在家乡广告活动中 崭露头角 金柏利不仅外貌出众 更是勤奋刻苦 她坚持健身 注重言行 为实现梦想资自以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 她先后掌获多个选美桂冠 成为2019年马拉科尔小姐 四年又入围亚马逊州小姐决赛 她雄心仆勃 励志在战州级赛事 为参加巴西小姐选美大赛 普平道路 然而成为选美皇后绝非一世 除了天生励志 还是智慧过人 严格控制饮食 谨言盛行 金柏利甜美可人 谦逊有礼 从不应美貌自负 她专注追求梦想 不辞辛劳 或许她对选美的热衷 源于母亲 赖拉曾获马拉科尔小姐头衔 母女俩都对华丽耀眼的事物 亲友度中 奈拉对女儿鼎立之耻 言传声教 行命不离 进步力酷爱运动 经常游泳 慢跑 健身 以保持完美身材 她乐于在社交媒体分享 生活点滴 展示选美幕后故事 她阳光开朗 感染力强 深受粉丝喜爱 这位怀揣梦想的少女 渴望有朝一日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可命运弄人 她却是一夜成名 照片不仅登上巴西媒体 更占据全球头条 然而这并非她所期待的方式 因为金柏利的生命戛然而止 再也无法亲眼目睹自己的成名 2019年 金柏利离开家乡马拉科尔 前往206英里外的马老斯上大学 这座2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 让她既兴奋又忐忑 虽然离开亲户好友令她惶恐 但她明白 大臣是能为她的报复 提供更多机会 金柏利计划学习牙科 为未来奠定基础 她深知美貌异事 唯有学识长存 金柏利 基督在马老斯的舅舅亨利家中 她与亨利关系融洽 备敢安心 新环境 新课程 新朋友 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 仿佛人生正迈向新的高峰 就在此时 金柏利邂逅了31岁的 拉斐尔菲尔·南德斯 一个夜晚 她与朋友在夜店放松时 就男子主动搭讪 拉斐尔来自圣保罗州 是法蒂玛和尼尔顿 罗德里格斯的独子 她与2017年移居马脑斯 此前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 她在当地法院担任 劳动纠纷律师 收入破风 在市中心租住公寓 拉斐尔比金柏利大近十岁 早已在社交媒体上 关注她都市 金柏利在网上分享生活点滴 谈论选美 家人 锻炼等种种趋势 她的粉丝与日俱增 有些人甚至觉得 与她相识都年 拉斐尔偶然发现 金柏利的社交账号后 对她了如指掌 而她对这个心相识却一无所知 那晚在夜店 拉斐尔一眼认出金柏利 上签自我介绍 并提出请她喝酒 金柏利婉拒了她的好意 称自己与朋友通行 她礼貌地拒绝了这个年轻人 并未察觉她早已知晓她的身份 拉斐尔并未因此至难而退 几天后 她开始大量点赞金柏利的照片 频繁发送私信 她试着设法获得了她的电话号码 在社交媒体上不断骚扰她 这种轰炸式攻势 使去到金柏利做出回应 两人开始通过短信交流 逐渐熟络起来 2020年3月 他们正式处理恋爱关系 从那一刻起 金柏利的生活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面上一切如常 但在关系初期 金柏利向朋友抱怨 拉斐尔与她想象中大相径庭 她发现拉斐尔极度极度 她经常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 翻看她的手机 照片 应用程序和联系人 剥夺她的隐私空间 最疯狂的是 她禁止金柏利结交男性朋友 限制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内容 每次见面 她都会盘问她的行踪 拉斐尔试图控制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两个月后 金柏利向朋友透露 她无法忍受这种状况 她认为拉斐尔的行为完全疯狂 不想再浪费时间 与这个人相处 金柏利决心分手 只等何时时机告知男友 当时金柏利年仅22岁 感到被伴侣的全面控制窒息了 她不想让一个男人 毁掉她的梦想 摧毁她的自信 两人经常遵吵 拉斐尔总是试图用礼物 新花和昂贵的晚餐来弥补 但这只是权衣之计 金柏利内心清楚 他们的关系已无可挽回 任何晚餐或礼物 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5月10日 巴西庆祝母亲节 金柏利因学业无法回家 心情略显低落 她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与母亲的恒音写道 没有什么爱能比得上我们的爱 没有言语能表达我对你的爱 发布帖子后 金柏利继续她的日常 她与舅舅亨利 及其朋友一起晨跑 后来拉斐尔也加入了他们 金柏利和拉斐尔看似相处融洽 没有争吵 心情愉悦 晨跑接触后 金夺利告诉舅舅 她计划与朋友度过这一天 稍后会通知她回家时间 而晚上10点半左右 她给舅舅发短信 请她不要锁签门 因为她忘带钥匙了 晚上还会与拉斐尔谈清楚 舅舅按她的要求做了 然后就跑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 亨利发现金柏利没有回家 这很不寻常 因为她一向言出必行 这次明确表示 不会在朋友家或拉斐尔出过夜 舅舅立即感到不安 金柏利总是让家人知晓她的行踪 但现在亨利完全不知她的下落 她多次常常联系侄女 但无人接听 她也拨打了拉斐尔的电话 同样无人应答 此外 金柏利的朋友联系她 老师也联系不上金柏利 担心她的去向 他们约定金柏利会告知与拉斐尔谈话的结果 忧心忡忡的亨利 直接驱车前往拉斐尔的公寓 想弄清楚为何两人都联系不上 但那里也无人应门 就着超门并再次尝试打电话 但一无所获 就在那一刻 亨利意识到他们可能遇到了麻烦 便直接前往检察局报案 然而警方并未提供实质性帮助 他们认为金柏利和拉斐尔都是成年人 也许这对恋人只是临时决定去某个僻静之处短暂度假 不想被打扰 但何你深知 金柏利绝不会让家人担心 不会 不告而别 她给妹妹打了电话 告知情况 金柏利的母亲奈拉 当时正在与癌症抗症 她的状况已经不佳 对女儿的担忧更是学上假说 尽管警方拒绝采取行动 家人决定自己行动 他们开始在各大社交平台分享金柏利和拉斐尔的照片 呼吁公众提供线索 虽然担心两人可能遇险 但他们仍然期望能安全找到他们 不幸的是 失态并未如他们所愿 过了一段时间 当局终于决定采取行动 5月12日凌晨4点半左右 一只尸体被发现 警察破门进入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的公寓 寻找任何可能指向这对恋人去向的线索 当警官们进入猪卧室时 他们发现了金柏利的尸体 她躺在地板上的血泊中 身上盖着一张床单 她的身体上有几处刀伤 一处在胸部 两处在颈部区域 初步数据显示 这个女孩已经死亡约4小时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 虚极蔓延整个房间 调查人员发现的凶器 是一把长橱刀 躺在阳台上 上面有睡星的指纹 刀子立即被送往实验室分析 警官们还注意到 公寓非常寒冷 因为有人开着空调 这可能是为了减缓尸体分解速度 必掩盖气味 虽然警方在拉斐尔的公寓里 发现了金柏利 但房主本人却不见踪影 最初她也被认为失踪 现在她却成了头号献医院 刀子被送往法医实验室后 很快确认凶器上的指纹 属于拉斐尔罗的里格斯 试警后 金柏利的遗体被小型飞机 运送回家乡马拉科尔 金柏利的朋友们告诉警方 她一直在考虑结束与拉斐尔的关系 推测那晚她可能试图提出分手 这就是导货所 第二天 巡逻警察在区底马老斯 约370英里的卡卡里 发现了拉斐尔的车 根据道路监控设想头的数据 这个男人以极高的速度行驶 以至于在急转弯处失去控制 发生了车祸 车辆冲出公路并翻覆 呆死奥地车严重损毁 司机不知所踪 他要么步行离开了事故现场 要么被路过的车辆接走 目前不清楚拉斐尔是否在车祸中受伤 但他的车已经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 找通警察调查发现 事故发生后 拉斐尔被另一位司机接走 并被送到附近 在那里 拉斐尔叫了一辆出租车 去银行取得一些现金 然后他前往伯阿维斯塔 这是一个靠近委内瑞拉边境的城市 仅他们推测 这个男人计划逃离巴西 藏匿在委内瑞拉 他们立即赶往边境 与当局沟通 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拉斐尔确实试图越境 但幸运的是 他被拒绝入境 由于疫情而设立的医疗检查站 记录了他的轨迹 这个男人意识到计划失败 随即消失在附近的秘密中 警方将搜索重点转向邻区 5月14日 调查人员发现了 金伯利失踪当天的监控录像 录像清楚地显示 拉斐尔用他的白色奥迪 从他朋友家接走的金伯利 他在那里度过了整天 另一段视频显示 他们一起在晚上11点左右 接近拉斐尔的公寓 在那之前 他们还被拍到一起乘电梯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这对年轻人没有争吵的迹象 他们平静地上到正确的楼层 进入拉斐尔的公寓 然后大约凌晨1点半 拉斐尔独自离开了住宅区 他看起来镇定自若 没有表现出奇怪的行为 从表面看 似乎这个人 只是在半夜离开了自己的公寓 与此同时 在委内瑞拉边境附近的搜索队 收到了关于拉斐尔疑似藏身处的情报 他们在树林中发现了一个隐藏在临时庇护所中的男子 看起来这个人打算在那里栖身 直到风头过去 在执法部门准备逮捕他之前 六名拉斐尔雇佣的私人保安突然攻击了他们 这些是拉斐尔花重金 雇来保护自己的保镖 这些人手持弯刀 要攻击执法人员 却是一度紧张 直到警察向保安解释了情况的严重性 自然 没有人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冒险 尤其是一个罪犯 拉斐尔罗德里格斯随即被逮捕并拘留 对捕后 拉斐尔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所有的镇定都消失了 他承认了所有罪行 必向警方讲述了那晚发生的一切 根据拉斐尔的公诉 那天晚上 他从朋友家接走了金伯利 两人一起回到公寓 据说 两人相处融洽 但过了不久 金伯利决定去洗澡 拉斐尔趁机检查了他留在卧室的手机 他熟练地打开应用程序 浏览所有消息 通知和联系人 然后他偶然发现了一些令他失去理智的内容 拉斐尔声称他发现了来自其他男性的消息 他勃然大怒 因为他不希望女友有男性朋友会与任何陌生人聊天 他马上走去质问金伯利 但在此之前 他去了厨房 拿起最大的出刀 藏在身后 当金伯利洗完澡 躺在拉斐尔旁边的床上时 他开始询问手机上看到的内容 据拉斐尔说 金伯利当面对他撒谎 称他与这些男人没有任何关系 那些只是发给他的消息 自己根本没有理会 因为这个谎言 拉斐尔彻底失控 他拔出刀子 开始疯狂地刺向躺在床上的女孩 他多次将刀子刺入金伯利的颈部和胸部 我们无法想象那一刻 金伯利的感受如何 一秒钟前 他还在床上放松地躺在男友旁边 下一秒 他就从背后拿出一把刀 发动了攻击 指责他做了一些根本没有的事 金伯利生者没有时间理解发生了什么 他的生命就戛然而去 拉斐尔的审判因疫情而推迟 辩护方声称他们的当事人患有精神障碍 不适合接受审判 这些断言导致拉斐尔接受了几次评估 最终确定 他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10月27日 法庭程序正式开始 检方传唤了几名证人 提供了DNA证据和监控摄像头录像 检察官详细描述了拉斐尔那天晚上的行动顺序 杀害金伯利后 拉斐尔试图移动他的尸体并处理掉 或者至少隐藏起来 但当他意识到血液几乎遍布整个公寓时 他惊慌失措 尸体太重 无法悄悄移出公寓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拉斐尔在那一刻无法理性思考 所以他打电话给父亲尼尔顿 向他坦白了一切 他的父亲静静听完儿子的可怕细节 建议他立即报警 或却警觉自首 但拉斐尔表示自己不能投降 决定逃往西班牙 离开公寓后 他打开空调 以眼带犯罪痕迹 然后驾车前往委内瑞拉边境 打算从那里前往西班牙 铺中 他在某个森林区域 丢弃了金伯利的手机 希望只能扰乱警方的追踪 然而由于情绪失控 他错过了一个弯道 车辆从高速公路上冲出 令人惊讶的是 他几乎毫败无损 只受了些轻伤 随后 拉斐尔搭便车到了最近的小盛 打出租车去银行曲线 急而前往伯阿维斯塔 当他被拒绝入禁委内瑞拉后 他在森林中搭建了临时庇护所 并雇佣了保镖 拉斐尔声称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时冲动 而非出于嫉妒 是因为金伯利对他撒谎 而拉斐尔当即决定 如果自己不能拥有他 那么就毁掉他 2021年10月28日 拉斐尔被判处14年监禁 探决当天 金伯利的母亲内拉因白血病去世 整个审判过程中 内拉的病情不断恶化 他硬实在与癌症抗症 直到为女儿套回公道 但当判决宣布后 她的身体终于不堪重负 在几小时后离世 似乎是急于离开这个世界 与心爱的女儿团聚 然而拉斐尔牵连的还不止这些 他的父亲尼尔顿 在儿子被捕当天跳轨自尽 他为自己养育了一个怪物 而感到无地自容 从那通电话后就一蹶不振 于是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输悬 大多数人认为 拉斐尔的惩罚固于轻微 仅14年监禁 对于夺走一个生命来说并不足够 然而2023年 她的刑期又被缩短了八个月 辩护方提出上诉 呈判决中存在错误 法官接受了这一说法 减刑八个月 虽然判决引起当地群众的强烈抗议 可是无补于事 例如惋惜的是 金伯利无法预见与男友分手后的可怕后果 她期待的自由未能到来 反而失去了所有 包括自己的生命 外在美吸引人 内在美留住人 金伯利不仅外表美丽 内心也同样美好 历日扼腕叹息的是 这种美丽竟成为她离世的根源 拉斐尔这个人渣 她的占有欲 毁掉了一个美好的生命 14年的行期远远不够 你应该在监狱里腐烂终生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订阅鼠哥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